第三种创建方法,我们可以直接detach new thread,那么selector,detach就是怎么样了,我们说玩过那个标枪没有,标枪一扔,是吧,只有detach,这样意思,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个静态方法,也就是说在这儿呢,刚才这个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什么样的,第二种方法是这个,系成什么样,ns thread,然后并且怎么样,要覆盖这个min方法,对吧,第三种方法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种方法呢,我们可以直接怎么样呢,使用这个叫detach,我们看这个啊,就是这个ns thread,detach, new thread,这是一个静态方法,我们直接可以这样写,selector,我们还是那个loop,target是self,然后是否传递一个参数,给它一个new,那么需要注意的,我们接着test的时候呢,它不需要调用start,直接就可以运行,我们看这个啊,这个i,我们说这个,叫newi,新的一个i,然后一个执行状况, 我们点击start,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点start,我们直接detach一个新的线程,直接就可以执行了,OK,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的是,有关ns thread里边的一个出入化方法,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样,启动一个线程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启动一个线程,呃, 在上边,我们给大家讲到怎么样了,你可以start,对吧,嗯,还可以怎么样,这个main,你可以继承那个thread,然后覆盖它里边的main这个主方法,还可以直接detach一个新的这个线程,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样停止一个线程,停止一个线程啊,这个里边,其实前边这两个不算停止, 它算什么呀,就算这个,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停止一个线程的这样一个需求,小时候你觉得有没有,嗯,应该有吧,你想想,什么情况下我会用到这个停止一个线程,比如说我,我,我这个原打算想下载一个图片,嗯,这个有30多张,这个图片是高清的,嗯,我觉得不错,发现,我下了半小时, 实了怎么样,还没下载完,嗯,这种情况下,我还下载吗,就不下了呗,对呀,我觉得太费劲了,是吧,虽然图片不错,但是太耗时间了,嗯,对,是不是要取消掉啊,嗯,当然你下载这个图片是在一个线程里边执行的,谁说这个线程要想停下来,你必须什么,停止这个线程,嗯,那么在这儿呢,有一个叫sleep until date,我这边睡一会儿,只到某一个时间,date就是一个日期, 比如说,呃,我们要做一个闹钟,嗯,到明天,我,就是,目前这个线程是睡眠的,直到怎么样,明天,就是说早晨8点,8点太晚了,是吧,6点半,要起床,闹钟要响,这个怎么样啊,until date,到那个时间,它才去执行,嗯,嗯,这边还有一个叫sleep full time interval,我们刚才用了这个方法,有没有,嗯,嗯, 怎么样,这个time interval就是一个时间间隔,告诉我睡眠多久,那么刚才我们这里边为了描述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加这个,就是好看一点,否则的话,你想一下,你这个计算机的执行速度,你根本看不着它在走,你会看到怎么样,哗的一下,整个就执行完了,嗯,对吧,我们加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这个,困了是吧,困了先睡一会儿,睡一秒钟,然后再来执行这个程序,懂这意思吧,嗯,好,嗯,那么后边还有个怎么样,叫exit,这个就是推出了,cancel就是取消掉,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方法的解释啊, 恩,嗯,恩,nsthread打开我们这个,帮助里边,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叫exit,那么这个方法使用当前现成这个类,嗯,看一下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加号代表什么意思,加号代表它是一个静态方法,知道吗,嗯,那么访问当前这个现成,在这个现成, 这个 退出之前啊 这个方法会post 一个将要退出 这个通知 那么后边我们会看到这个通知 那么默认的通知 怎么怎么样 到这个通知中心里面去 因为这个通知怎么是这个 同步的一个通知 后边我们再说这个通知 其实呢一般县城的退出 我们不这样来退出 我怎么样退出呢 我们会加一个flag标记 或者怎么样来退出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个loop循环结束 我们就这个县城就退出了 县城就结束了 那么怎么样退出呢 比如说我们到时 这个地方我们就做一个判断 如果I等于 大于等于5 后边怎么样 就NNS这个thread exit 当前我们这个县城退出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看一下 start 123 4 5 你有看到怎么样了 这个县城退出了 这个循环也不再执行了 对吧 是这样一个情况 后边我们再去看看另外一个叫什么 刚才我们看了除了退出 还有一个叫什么console 取消 取消console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改变 取消状态 就是接收到一个当前县城将要退出 那么这个基本上跟刚才那个有点类似啊 我们要取消 我们要取消的话 他说这个 这个县城 这个方法会被调用 其实县城里边有会有几个状态 就是说 嗯 后边我们会讲到 我们想一下 当我们start一个县城的时候 这个县城会不会立刻执行呢 当我们在启动一个县城的时候 这个县城会不会立刻执行 嗯 会吧 这个你想 这个其实它是一个CPU的一个争夺这样状态 我们举个这个 比如说我们想去厕所 你想去厕所 是不是就立刻能去呢 那不一定厕所里边有人就去不了 嗯 懂这意思吧 那么这个县城我们要想执行的时候 这个状态 它就是当先是忙的状态 还是就绪状态 要这个县城的执行 其实最终的决定权 决定是谁呀 决定CPU是否空闲 懂吧 嗯 就是CPU要空闲的时候 你才怎么样 有机会去占领那个CPU的时间 啊 这样一个过程 后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边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 另外就说 我们这个方法结束了 县城就推出了 其实在这儿到5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做 我直接就转弱了 这个给它加一个break 其实这个break 可是跟刚才那道理一样 看一下 嗯 到5的时候 我这个break完了之后 这个就 这个方法执行完了 县城也就结束了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是wale形态怎么样呢 我们首先有个bure类型的一个flag标记 比如说等一处 啊这个 等一处啊 那么在这儿我就是wale什么样 flag flag 那么到某一个条件的时候 我这个flag就怎么样 flag给它制成这个false 那么flag标记为false的时候 这个怎么样 wale循环退出了 方法结束了 县城也就结束了 等着意思吧 嗯 就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会给它设置一个标记位 来执行它 嗯 后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unathread的这个 县城的一个状态 那么excute代表什么呀 正在执行 嗯 那么finish的代表是已经完成了 县城已经结束了 嗯 那我们就去看看啊 这几个状态 比如说 我们当前 是这样 只要wale循环那边在执行 我们说这个slog 我们输出一下 这个 说executing 等于百分之后边就是 嗯 当前我们这个thread 我们看这个方法 这个我们看这几个属性 应该是 嗯 executing 这有个属性 然后呢finish的 看守的 那么在这呢 我们是要拿到 nathread的这个t就等于什么呀 nathread里边的currentthread current它什么意思 就是current就是当前的 thread是现成 就是你正在执行的现成是谁 对的意思吧 嗯 那么在这呢 我说t.isexcuting 就是当前现成是否正在执行 如果正在执行 它输出的肯定是1 是吧 那么在这 for循环结束了之后 我们再判断一下什么 我这个 把这个就往上边放一放 那么在这我们再判断 它这个还有一点什么 cancel的 是吧 这张就是这个意思 cancel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finish的是吧 嗯 finish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isfinish的 你是否取消掉的是否 这个finish 这是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加了一个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到这这个程序就不走了 为什么呢 进入一个空转了 wildtrue看到了吗 wildtrue下边就怎么样了 下边就走不了了 因为它会一直在这儿循环 嗯 那下边我们看一下 当前这个excuting等于1 代表当前程序怎么样 正在执行 cancel的 finish的 那么这个cancel的等于0 代表应该怎么样了 我们没有把它取消掉 就是我没有调用cancel 这个finish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调用这个退出 那么只是这个县程已经执行结束了 是吧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到这个地方 如果是到5的时候 我们来测试一下 到5的时候 我们这这儿调用的不是ex3t 我们先调用ex3t退出 看它怎么样 那么它正在执行 正在执行 正在执行 然后到5的时候 这个 退出了 嗯 那么在这儿退出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 后边这个地方怎么样了 它就excuting完了之后 这个地方将不再执行了 直接线程就结束了 后边的这个地方还执行吗 看一下 这个执行结果是不在执行的 那么我们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测试呢 这个就测不了了 就是说当前这个地方一旦退出 它已经这个地方不在执行 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console 我们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刚才说这个退出 还有一个是 ex3t是一个静态的 看这个console是 console是非静态的 那么在这儿我们要怎么样呢 还是要调用t是吗 console 把当前这个线程给它退出 取消掉 下边我们再start 看一下 取消掉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线程取消了 发现到这个地方怎么样了 这个地方t被取消掉了 后边一直还要怎么样 执行 执行完成之后 这个地方 它还在执行 但是取消 console是什么呀 console是1 这个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其实有点麻烦 我们在这儿把当前这个线程怎么样了 当前线程给它取消掉了 取消掉了之后 它还要怎么样了 继续执行 执行到10的时候怎么样了 才退出 那么最后 这个console是不是取消掉了 console是1 finish的 这个还没有怎么样 最终结束掉 怎么样结束掉呢 结束掉就是我们可以调用这个exit 是吧 刚才说这个exit 让它退出 那么其实实际当中 我们用的都是上面这种情况 就是说不直接去调用console 或者是什么 exit 我们调用的是什么 就是用这个flag标记 我这个方法退出了 那么线程也就结束了 懂这意思吧 后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除了这个线程状态之外 还有一个叫主线程 什么叫主线程呢 那一般的我们都是有一个线程 是依附于某一个线程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当前这个 就是我们上了一支行 程序我们说一个流程 是不是先要执行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线程是不是主线程 说这个nsthread 当前这个线程就是 nsthread里边的currentthread 说t.is叫minthread 这个是什么类型呢 不知道类型的 这个是nslog输出 b等于百分之后边是这个b 那么哪儿运行 b等于1 e代表yes还是no 1是yes 好 1是yes 也就是说当前这个线程 当前我们执行这个线程 是主线程 我们这样比喻一下 比如说我们去巴岭 会有一个叫巴岭高速有没有 还有巴岭的这个高速 旁边还有一条叫什么浮路 有没有 说是巴岭高速的一个浮路 等于说这啥意思 这个主线程的好比是这什么 就是巴岭高速 那其他你自己开启那个线程好比是什么样 这叫I浮路 叫自定义的这个线程 是这个 这个线程就是这个浮路 懂得意思吧 好 那么主线程 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显示的来定义一个线程 当前系统 它自己启动这个线程就是一个主线程 懂吧 当前它自己启动那个线程就是主线程 我们要想获得主线程 就是直接调用mainthread 获得一个主线程 那么查询线程的一个环境 这边那么有 刚才我们用了几个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当前线程是什么 我并不知道当前是哪一个线程 我就调用什么呀 currentthread 那么这个是is multi-threaded 当前是不是多线程的一个环境 同样意思吧 那么后边还有几个 就是这个关于对战里边的一些性体 调用这个对战反合的一个地址 后边还有一个是对战里边的一个描述 现成的一些属性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现成的一个字典 这个一般用的不多 现成的名称一般会用 就是当前现成 比如说我们在这 我们在这是不是要启动一个线程 启动一个线程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这个线程 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这 定一个线程 可以调用t点什么呀 t点name 等一个at 比如说mathread 就这个线程起个名字 懂我说的意思吗 就线程的名称 这个一般也不懂用 后边是线程的优先级 这个我们说这个 它不管事 你就有一个了解就行了 就刚才我给你举那例子 什么样 去市场打发线程 来的线程的优先级 是不高呀 设置线程的这个优先级啊 可以设置它的优先级 那么你没有设置的 它有一个怎么样 默认的优先级 好 那么刚才呢 跟大家讲到的有关什么呀 我们这个 iOS里边多线程处理里边的一个 第一个处理办法叫什么 ns thread 好 那么有关这节课内容呢 我们就讲那么多 好 那我们这些课程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以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同学们 我们就下节课再见吧 好 再见